第三个问题请师父开示 当我们梦到还没有接触心灵法门的人将会生中病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如何智慧的处理 感恩师父开示 已经生中病了没有 将会梦到将会生中病 将会生中病记住了 凡是梦到这个人做梦他要死了 不要担心他不会死的 是生病 听得懂吗 那么真正的死是什么呢 不会做梦做到死 是什么呢 是梦到鬼来拉 梦到黑白无常 那真的要走了 所以你们如果做梦做到这个人要死了 只是身体不好 有个结 放心死不了 洛杉矶师兄们 会团结一心 以师父为榜样 不辞辛苦 弘法度众 做官司音菩萨 千手千元 预祝卢台长 2016年洛杉矶法会 圆满成功 广度有言人 感恩 谢谢 很不容易啊 我告诉你们 全世界都在学佛 发系充满